大家这里是天洪玄机 如果是有空空可以看视频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 首先从这个手型来看 手指非常的修长 指为龙掌为虎 这个龙长虎短是指掌得配 所以说硬实根基还是不错的 从手型来看的话 是典型的偏水木结合的长型 有水人的温和 也有木人的善谋 我们从手指来看一下它的形态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手指呢 小指尤其的修长 小指过三关 跟子女缘分非常的深厚 不愁吃喝穿 晚年能详子孙福 指节间米康书文也比较明显 米康米康顾名思 也能够衣食无忧 小康不愁 其实我们注意到食指 还是见一颗痣 痣异藏不易显 如果出现在食指上方 容易伤得跟兄弟姊妹之间的缘分 兄弟姊妹关系有一些不佳 同时这个地方也是食指根部 食指和木星丘 这个交接的附近的位置 这也是 这个地方呢 如果是这个比较饱满的话 比较有野心和抱负 但是呢 如果是有痣干扰的话 会显得有一些自私 薄情 甚至有一些过于自我 这是有一些自负的特点 这个是需要注意 我们来看这个掌丘和纹路 那么掌丘来讲呢 手指根部啊 掌丘是三宫饱满的 就跟三个小土包一样啊 这个是福运身后之人 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个 特别是这个太阳丘啊 食指根部啊 这个无名指根部 太阳丘附近比较饱满的人 一般呢 对艺术是充满浓厚的兴趣啊 同时呢 也代表呢 有非常积极的正能量啊 有正确的人生观啊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呢 但是呢 我们注意到这个金星丘呢 还是不是很强啊啊 金星丘有一些偏弱 并且内侧呢 有一些凹陷啊 体质一般啊 那么这个金星丘不强的话 如果是在配合纹路时 川长的话 有一些掌纹和掌丘不得配啊 因为川长人我们都知道 是需要一个好的体质 才能够把川长的威力激发出来 这是金星丘偏弱 那么我们从食指根部啊 食指根部是木星丘所在 木星丘比较饱满高龙的人呢 刚才讲到了 是有野心有抱负啊 但是呢 有致干扰的话 容易出现一种比较自负啊 比较骄傲的情绪啊 注意这个调整 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个 从这个啊 这个长测来看的话啊 是月丘呢 还是有一些平薄啊 这个比较这个注重利益的一个人啊 这是从这个掌丘啊 我们从文路来看啊 是典型的川长 川长人呢 是这个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生命线和脑线初期分离啊 这个说明的独立能力非常强 敢闯敢干 做事有胆识有魄力啊 是非常利于事业的一种 首相特点 文路特点 那么缺点呢 就是形式容易仓促啊 少了一些谋略和考量啊 容易形式仓促犯犯错误 同时川长人的一种大开大合的个性啊 在青少年时期会显得有一些叛逆和任性啊 所以说这个早年运势一般会影响到学业啊 在一个川长人的一种这种啊 比较放得开大开大合的个性的 在这个因缘当中也会见一些坎坷啊 在从感情当感情线也可以看出这方面的信息啊 感情线的在三大主线当中是最为粗深的啊 重情感性啊 在情路当中的有一些坎坷 甚至会啊 有一些多情的特点啊 从这个节光线 这个多条啊 并且呢 前面两条非常浅淡 最后面这条呢 是最深的啊 所以说这个 从最深的这条来看的话 是代表正缘的 靠近小指下方啊 所以是一晚婚的歌曲啊 这是感情方面 我们注意到在生命线呢 在中期还是有一个错位和断开啊 生命线错位断开呢 是代表在这个阶段 从留年来看40岁左右呢 见一些啊 体力的减弱 身体的病痛啊 这里是需要多注意防范的啊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事业线 这个中期呢 也是出现转折啊 转折啊 之后呢 有一些延续啊 这个跟事业一些不顺也有关系啊 事业的不顺影响到身体的状态啊 这个心态不佳 注意调整啊 从这个生命线内侧的亲密关系来看的话 基本上啊 可以见到一些偏远的干扰啊 亲密关系还是从留年来看啊 亲密关系看留年啊 看留年从从留年来看 基本上到了24到25岁左右啊 见这个亲密关系 这个时候姻缘到来 桃花到来 但是呢 桃花见阻碍啊 感情容易顺畅啊 这个是亲密关系线的一些横门啊 但是呢 这段桃花呢 还是能够对自己的运势有一些帮助的啊 因为我们注意到 从这个 亲密关系线啊 刚开始有的地方呢 就有一条上升线的走向食指根部啊 食指根部是柴位啊 所以是这个地方呢 见桃花 但是呢 这个桃花呢 也能够催忘自身的一个运势啊 这是一个 那么在生命线断开之后呢 不久呢 在生命线还是也建一条这个上升线啊 上升线 这个上升线往中指方向延伸啊 从留年来看 基本上是四这个四十八到四十五到四十八岁左右啊 这个阶段呢 有一次比较成功的资产交易啊 成功的资产交易 这个是或者是在这个职场或者生意上面呢 有一次比较成功的获利啊 这是这个断开之后延续啊 运势得到提升啊 横门干扰也比较少啊 所以说这个还是一种先苦后甜的命局 到四十岁往后呢 基本上这个生命线呢 是少杂纹干扰啊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生命线的形态还是少了一些弧度啊 少了一些弧度 少了弧度的人呢 一般一个说明生命力不强啊 体质不佳啊 再一个说明呢 在人为人处事方面呢 还是有一些斤斤计较啊 那么财运方面 我们注意到财运线还是比较浅淡 见断序啊 这个财运是十好十坏啊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这个 小指根部水星丘啊 钱财树纹还是比较多的啊 这个地方呢 有望在偏财方面 能够获得一些不错的成绩 但是偏财呢 不长久啊 有风险还是不宜 这个不宜长期的去做这个偏财的事情啊 这个切勿沉迷其中 这是有关财运方面的啊 感情财运啊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事业方面啊 事业方面呢 是过了脑力观啊 也过了情观啊 只是见一些断序啊 最终还是冲破了天文啊 形成这个 这个冲天文的一种格局啊 事业方面 由于川长的这种特性啊 还是利于这个事业啊 事业和职场的 所以说事业方面的格局还是有的 只是说我们注意到这个 生命线呢 掌球有一些啊 这个不够高了 饱满啊 所以说这个 在掌球方面呢 有一些川长和金星球的一个啊 这个掌球有些不得配啊 因为我们说川长人是爱闯荡的个性啊 所以需要一个好的体制来支撑这种川长人的一种特点啊 才能够把川长人的优势发挥出来 所以还是要多增强体制啊 锻炼身体啊 才能够将川长的威力和潜力发挥出来 这是整体的一个这个手向的一个纹路特点啊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这个食指迅功啊 还是见一些杂纹干扰 包括一些漏财纹啊 进入到这个食指的指缝啊 所以说是还是一种财运 时好时坏 容易财运财出 容易漏财 这种这个手向特点啊 并且我们注意到在这个生命线晚年呢啊 有一些流苏啊 有一些流苏啊 这个流苏呢 也是代表在晚年运时容易操劳啊 同时呢 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子女缘分身后啊 子女多啊 但是呢 我们看这个小指虽然非常修长 但是我们注意到小指根部啊 还是有一些横纹的干扰 我们说要这个有这种树纹米康树纹 才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是反见横纹的话 到晚年反而倒是容易为众多的子女啊 有这种操劳的特点啊 这个是结合纹路 来看整个手向啊 如果是有空口可以看视频做上方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